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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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好 那麥克風測試沒有問題 那節目就準備開始囉 世上美好的光景 全都因你而存在 情傷性 意外不會一直來 藏在愛裡面 變得好愉快 甜得讓人醒不來 你的眉眼 你的笑没存 I love I love 别走太快 就是在进入正式的问题之前 我们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你的本名是黄伟豪 那我们做了很多联想 就是我们包小人这个艺名的由来 对这个有一点 这跟我的本名完全没有关系 对 那这个由来是 纯粹就是 你们应该可以直接看到我身高 就是很小 所以就是想说 就直接用这个名字 当时其实我想很久 因为就是在美国老者歌手 他们都会有一些异名嘛 就是通常都是用匿名 那少数用本名这样子 对 那他们的匿名有些就是那种 不是很看起来很尊贵 很royal的皇家的 那么要不然就是很龌龊 很低贱的那种 快接近张话 就是有些比如说 很经典的那个notorious biggie 就是恶名昭彰大人物 那就是听起来就是 哇这个人看起来很坏 还是很肥肋之类的 对 那比如说像阿姆 也有另外一个绰号什么皮子 Shady Slim Shady这种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 那我的名字 当然我不想要叫那种 听起来很威风凛凛的 对 所以 但是我也有想要做好的作品 所以对我来说小人 但是它听起来是一个可能 我们当然平常不会希望听到什么 生命有小人 对 对 小人界是不是 对 但是对我来说小人这个字呢 它就是代表 除了代表外形以外 也代表就是虽然很小 但是可以做很大 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那另一方面它字数也很少啦 就比划也很少 就比较好记 对 那签名的时候也好签 对 签名的时候也好签 签名很重要 一言一言的那个言要签好久 好 那我们第一题想问的就是 你觉得饶舌 或者说嘻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第一次爱上饶舌 或者说嘻哈 其实就是因为热狗 在我国中的时候 那当时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 怎么有音乐可以把这种 什么补习啊 教育啊 或者是那种大学生那种很 真实的想法 比如说不想上课啦 那或者是对性 等等的一些 很真实很真诚的 感觉 真实的感觉 那或者是说一些议题这样子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 我就是看卡通 然后听热血的歌长大 所以对我来说 我所知的音乐 除了动漫歌曲 就是一些流行歌曲 通常是爱情居多 所以我那时候接触到嘻哈音乐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这可以 原来音乐可以讲这么多 很多故事 很多真实的一面 对 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这样的文化 那真正我开始创作是 开始听到国外的一些 像是阿姆那个 很久以前有部电影叫A Mile 就是街头痞子 街头痞子 对 因为它里面的剧情 在描述他身为一个白人在平民窟 但是他喜欢饶蛇 他要跟 就是因为饶蛇其实是 虽然是黑人音乐 黑人的文化 对 奇缘 那所以这样子的 其实里面有一点种族的一些隔阂 对 那在故事里面 他也不是多么富有 但是他最后 认真写词 然后闯出 他的 闯出自己的一个名堂 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 那他在剧情里面也有被围殴过 然后我在看电影之前 也有被 这样子陌生人围殴过的经验 就是超街头的 是台湾吗 对啊 对啊 台湾 那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以前是学跳舞的 Breaking那种 街舞 那我们都在公园练习 跳舞 对对对 所以说 但我们都会穿制服跳 然后 有时候人家别的学校也有跳舞的 你说尬舞之类的吗 对啊 就是 虽然说嘻哈一直说什么 Love and Peace 或者不止嘻哈 很多音乐都这样讲 但是 我就是 清晨不Peace 刚好 刚好那天社课结束 在公园 遇到一个人问我说 我刚刚看你们跳舞 我们刚刚看你们跳舞很厉害 想要请教你一些跳舞的问题 然后就说 可不可以跟我到那边去 我们有一些朋友想问你 商讨 不是商讨 就是想要求 了解 对对对对 那我就不宜有他嘛 对对对 结果我发现我去了之后 我发现那个眼神 看起来不像是需要 来卸住 进入陷阱了 对对对 我踏入了一个陷阱 他很莫名其妙 进入了毒舍的那个 这是嫉妒吗 嫉妒型引起 然后就对 遭受了 我也不知道时间多久的 一阵殴打这样子 对 这会造成你心里面很大音 还是你有 但我觉得 算是一阵子啦 但是之后呢 也就慢慢淡忘了 对啊 毕竟事情过很久 但那一阵子的确是 我都不敢靠近那个地方 对 直到就是后来 开始写歌之类的 对 好 那我们就是 这开始会不会太沉重了 不会不会 因为我就是 其实好像 像我自己高中 或是国中的时候 也会看到就是 我们学校有一些人 他可能个性 就是可能跟大家 比较不一样 就可能他是 喜欢日本文化 但可能我这个班级的人 不喜欢日本文化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哦那个人好奇怪 什么时候之类 就有点被排挤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啊 这还是常常发生的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 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 就接连到这个 刚好衔接到吗 对刚好衔接到 就是小人国 就是这张专辑 是你十年前 然后有入围了 金曲跟金英奖 那其中专辑里面 凶手不止一个 是以校园霸凌为主题 然后还有其他议题为题材 然后反映了 很多社会的现象 对 那你最近有出 有特别有感的议题吗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我最近蛮有感的议题 通常都会被一些下面的推文 或是虚文给带走 就是我本来在看一个新闻 那新闻大概是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就会 因为现在网路讨论区啊什么的 或者是任何的事 比如说你用FB看新闻好了 那下面的那些留言 有时候我就会看到很扯的 对 然后就是他的想法怎么可以这么的 就是跟主题有点偏差 对 就是让我觉得人类是很邪恶的 有时候会 对啊 比如说好 比如说地震的新闻好了 比如说哪里有大地震 可能会有事故 台湾这去年我记得 好像有蛮频繁的地震 对 然后就可能 甚至你会看到认识的人 在下面留言说 玉山又要长高了这样子 那可能这对大家来说很好笑 可是问题是在那个当下 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 就是乱带风向 就是我觉得你们好像 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匿名吗 或者是怎么样的 可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吗 所以你就可以发这样子的 有点事无忌断 不及时所得 对 我认为有些事情可以开玩笑啦 但是有些事情在玩笑 对我来说 并没有 我不觉得好笑 对 而且这些言语 其实累积多了 很多人就会觉得 好像是真的 或是说 大家开始相信错误的讯息 或是负面的言论 就其实是一个还蛮可怕的 我觉得 也许大家在这样的生活长大 是 因为我比较敏感啦 也许有些人看过 他不会特别在意 对 但是像我新专辑 我就特别把这个主题 拿出来写歌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把它写成一首 写流成河 对 因为大家都想 最近这几年 可能开始就流行说 我要看到写流成河 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很多 新闻 新闻 对啊 那就像比如说 最近NBA打季后 然后下面就会 无论什么样的球迷之类 有时候我觉得运动员 有时候真的被骂超惨的 对啊 他们就一个小事物 对啊 但是运动员的心态 又要超级的正面 无论是 可能是 我说在媒体面前啦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很难 思考他们怎么样 尤其是那些 真的很厉害的运动员 心理素质要很好 对 不然下面那个真的 有时候是 就是狂跟狂 有时候是生生家人的那一种 对啊 就是不甘家人 然后变成家人 变是 扯到他家人 然后扯到他祖宗三代 都是你不能说 对啊 很疯狂啦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荒谬啦 对 那我们也有发现就是 你今年发行的新专辑 就是哥布林的奇妙电台 那我们对于专辑中 歌曲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对 像是 哥布林 我们有上网查 它是 也有精灵的含义 你刚才也有讲到 就是哥布林 也代表你自己 对 对 所以当时是想要 算是精灵跟你自己 结合在这个名字上面吗 因为他的歌是音乐 就是歌的那个 对 这就是 因为我刚刚自我介绍开头 就是说小人 AK歌布 对 我觉得就是喜欢听老舌的 或者是甚至老舌歌手 都知道就是很多rapper 可能都有什么AKA什么 对 谁AKA什么 或者是像蛋堡 他可能 他又叫做卵嘴唇 之类的 除了绰号之外 还有再有一个代号 对 对 那像比如说 大戏大家要校长 或者之类的 所以说我就想说 那我也不能只有一个小人 这样子 以后就是 就是没有拿出来这样的东西 你们有看过权力游戏吗 什么病与火之歌 对 他那边那个公主名号 不是超长的 什么 什么的指 什么领导者 什么指 什么 一长串 对 对啊 没有啦 就是额外提到 那就是像我的话 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除了小人 我有什么可以介绍我自己 那又是全世界 也许可以听得懂的一个 大家知道共同的 一个符号 对 那像 其实哥布林是来自于 可能是一种 尤其是 游戏这个载体 很常出现 对 一种 很弱小的妖怪 哥布林 那个 森林头剑手之类的 我很常玩 手成游戏都会出现 哥布林 对啊 很多游戏都有 哥布林 他通常 并不会是很强的妖怪 对 但是偶尔会有一些 等级二 等级三 对 有时候会有特别强的 变种出现 所以对我来说 他就像是 也是 我的一个代表 就是 我虽然很弱小 通常都是 初剑杀 对 但是也许 我有一些能力是 能够变种的 或者是我跟我一群的 癌精一起 聚集在基地里面 等着把 歌曲散步的精灵 对 他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强 对 所以叫哥布林 就是散步歌曲的精灵 这样子 有他在这面 散步音乐 散步音乐的精灵 对 对 哇靠 他们原本的 哥布林不是这样写 对啊 他是歌 歌曲的歌 然后布是 一般抹布的布 对抹布的布 只是我把他的中文 去翻这样子 赋予他心的意义 赋予他心的意义 对 那这张专辑啊 他以电台的概念围绕 那我们很好奇就是 为什么是透过电台 去影视的人生 因为好像 通常我们常见的就是 可能是电视剧 或是电影为传达媒介 那电台是 我们比较会想到的 题材 对 那想问可能你自己 有特别爱听的电台 或是说电台这个灵感 是来自于什么 这其实呢 一开始他并不是专辑的 最最终的一个名字 对对对 但是在做专辑的整个途中 其实从小人国开始 我就一直想要做一些 很多曲 多元的曲风啦 那多元代表什么 就是其实我觉得hiphop音乐 它从开始发展到后期 它结合非常多的乐风 对 现在都有结合R&B 对 很长 可能你在80 70 有听到比较disco的rap 那后来还是有一些boombap 有一些jazz jazz hiphop 对 然后也有什么 比较funky的hiphop 或者是很多种元素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音乐其实它可以容纳很多 它是一个 对 它是个包容性很广的创作 那我就觉得 那有没有还有别人 没有听过的 能够去把他们两个 融合在一起的 对 比如说 有没有人尝试过 把迷幻摇滚早期的 或者是灵魂乐 然后或者是甚至后摇 或者是阴摇这样子的方式 结合在一起 那我想 我不敢说只有我来做过 那可能也有 国外全世界也有可能 有人做过 对 但我一直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在生命中 我获得的音乐养分 其实一开始当然 hiphop是影响我创作 但是后期我接触 越来越多音乐 越来越多东西 所以你就想要把它结合 对 我想要 就是有让我感动过的乐团 让我自己深刻的 代表性的一些歌手 一些歌曲 我希望也能 藉由转换他们的一些形式和特色 来结合老舌 所以最后呢 导致这张专辑变得非常的多元 你这种音乐 就是很多风格 接下来一首歌 你会觉得 怎么突然跳了 换时空 有点像穿越时空的感觉 对 那我知道很多人会希望专辑 它可能是连贯的是 一个调性 同一种风格 然后或是同一种氛围 它不要做一个太大幅度的那一种 对 但是呢 因为我喜欢这样子的穿插 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可以很合理的 让它存在在这个概念里面 就是让这么多元的曲风挤在一起 就是电台 就像电台 对 因为电台很有趣的就是说 不同的DJ 不同的时段节目 它会播不同的歌曲 对啊 然后它也不会 除非是专访 它不会同时播同一个人的歌 对 那有可能这一首 各种风格 很轻 可能是Indie Rock 那下一首可能就跳到很 美妖 甚至Metal 美妖等等的 木吉他 木吉他 对对对 都是电子的 那接下来可能又饶舌又出现了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概念很有趣 就跟你的专辑的概念 它能够把它 就是电台的感觉 对 这个concept可以合理化 那当然这 我不能只用这样子的原因来 只有单独因为这样子 就做电台这个元素 我希望把它做到满 对 那因为在 我觉得长大的过程中 现在的小朋友也许他们 不像我们以前可能 我国中的时候 听我爸开车 他听电台 可能会有那种 什么卖药 或是你坐机程车司机 打地板 有些机程车司机 真的每一个听的歌都不一样 那我遇到一个 就是司机 他整路都放很柔的Jazz 对 我觉得 好有趣哦 这个司机 他平常是个怎样的人 歌单去看出生活 然后有些人会听政治话题 对 然后就跟着骂 对 那有些人会听 像是 Coin的啊 就是会有些阿嬷 对 然后算命 很多 什么 所以说我又觉得这个要素 真的是可能台湾人 会在某个年代很有感的 我希望藉由这形式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用另外一个形式结合 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有听过我的专辑 或者是还没听过的 你们可以去听听看 它里面有很多的skit 就是 这个skit也是老舍很喜欢用的东西 就是你们用过穿插一些讲话啦 或是 talking之类的 对 talking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既然这是一个专辑概念 它是以电台为主 那我能把这些skit 变得跟电台很相像呢 那尤其是像我今天坐计程车 我又听到 那个司机在听路况报道 所以像我里面就有一个是路况报道 只是我的路是指人生路 对 对 所以我又把这个东西能够更 想要更巧妙的结合在 这样子的概念里面 当然是一个很奇幻 然后又结合电台的 对 而且我觉得电台的 现在我们在录podcast嘛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podcast 但电台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真的是一个很随机的 你无法预料到下一个环节 或是什么 对 或是广告它是什么 然后 所以我觉得 我想给人家一种巧妙的奇遇 对 在你听完这几张专辑之后 你会觉得 诶 What happened What's going on 你踏上了一个奇幻的旅程 音乐旅程吧 算是一个音乐旅行 对 所以它里面当然 也不是只有欢乐 也有有喜有悲 有哭有笑 对 都综合在 我觉得这张 这张歌 这些歌曲的 情感里面 跟想要表达的一些讯息 对 那里面有一首歌就是 我们不结婚 然后是跟你跟五月合作的 对 然后我就蛮喜欢 那一首歌 你们在讲 关于婚姻的事情 然后用很多 很奇法 就是因为五月的 它的歌也是有一点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会有一点点对白 然后又马上跳回 音乐的本质 就是会变成旋律的东西 对 然后你们这首歌 就玩了很多这样子的元素 嗯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 哦 是 就是 你跟五月 就没有想过 小人会跟五月搭在一起 因为五月可能都是跟 什么独立乐团 然后没有想过他会跟rapper 搭在一起这样 那就是里面讲到很多 可能传统婚姻的缺点 那想问就是 你现在对于 可能大众 对 就是这样婚姻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哦 嗯 这有很多层面去看 就是婚姻这件事情 跟婚礼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 有两个不同层面 其实 我写这首歌 虽然叫我们不结婚 但其实我并没有真的 要大家什么 不结婚 对 我没有就是要 希望或期许 各位不要结婚 那就是因为 我最近参加的婚礼 是我表妹的 对 那我也看到 他们很幸福的样子 对 那但是我也看到 我一贯会在婚礼 遇到的一些 有点好笑的事情 对 比如说 我就会想说 婚礼到底 宾客来说好了 对我来说 今天是 祝福新人比较重要 还是期待今天 能够吃到什么好吃的 比较重要 其实我觉得我是后车 喂 你在后面 今天吃什么好像炸汤的人 如果吃就 好啦 犹豫要不要吃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玩 就是 然后 有时候 不是很熟的 也会刚好坐在同一桌 尤其是亲戚的那种 除非你是 刚好朋友结婚 那你可能这一桌 都是你们戏上啊 或者是社团的 特别社的 对 或是国中的朋友 对 那如果亲戚桌 有时候会跟一些远亲 那你其实也不知道 知道要讲什么 对 然后 比如说今天这一盘前菜 那剩下最后一口 最后一片乌鱼籽好了 谁要吃 那就是 哎 你们快吃啦 你们吃 然后就是 装客戏 没关系 东邦人 然后这时候 新人换了一套衣服进来 然后大家站起来拍 狂拍 然后先发现动 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 哎 这个仪式到底是for what 对 那 当然 对我来说 因为我真的 参加过很多婚礼 也有 很多是好朋友的 所以 我也当过伴郎啊 觉得 这个也很有趣啊 能够穿个西装 我没什么场合 帅一下 对 可以穿西装 然后 伴娘好像也蛮漂亮的 对 那 就会发 就是 就心中会有很多想象啦 对啊 那所以就是 由这些想象 跟真实状况遇到 那甚至有一次 很好笑的是 我朋友婚礼 然后 我们婚礼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时候有 那种隔壁的阿姨 她拿着那种 就是 装菜的袋子 对 她没有参加婚礼 她就直接走过来 她就打包 对 她就说 这个 你们哥要吃吗 不要 没关系 她就直接把我走 消谈伯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 她知道这边今天要办婚礼了 对接的阿姨 刚快来预备好 刚快来预备好 对 好消谈喔 stand by 以后也 许一下许一下 没钱的时候 对阿 所以我里面歌词就提到什么婚礼蟑螂 这样子 对阿 就啥了 婚礼蟑螂 对阿 那就很好笑 那对于婚礼 这是对于婚礼啦 婚礼我觉得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不然就是谁又喝醉了 不然就是真的 比如说这周是国中好友 然后我可能大学才参加 那其实都已经不太很熟了 那大家就要开始尴尬的重新互相认识 那个最近还好 对对对 工作那个 一开始都会说 你最近做得怎么样 好尴尬 那不然就是你比较后面来的 人家就会说 你还认得她吗 他说 对 对 那个 对 然后他 对啦 就是你 我知道 对啦 就是你啦 认出来了 对 尴尬的那个 对阿 那我就觉得这很好玩 那所以有点讽刺幽默的 把它放在歌里面 然后针对婚礼 我只是觉得说 我想探讨的是 大家会觉得婚礼是一个 爱情的 绝胜负的 一个状况 对 就是我跟你走入了 真正的 约定 但是其实说真的 在现代当然也有很多人 离异啊 或者是单亲 离婚率很高 对啊 对啊 那真的 婚礼又代表 真正的 爱情的 绝 绝胜负吗 所以 对我来说 我只是想问这个问题 丢这个问题 给大家去思考 对对对 顺便让我爸听一下 对 因为 我爸 我亲戚常常就说 啊 什么姐姐都已经结婚了 什么表妹都结婚了 啊你怎么 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对象啊 什么之类的 台湾人都会 对 一定都会 对对 我爸也会说 啊 交你配我 对 那就是我觉得 嗯 这首歌希望给你们 听一下 好好 因为我说话 不一定说得好 但是我歌 唱完 你就好好感受 就知道我的想法 对 让我们大家去反思 对对对 是否真的要结婚 这件事情 对 那这首歌其实 我也很 呃 要感谢一部电影啦 就是 La La Land 那个 越来越爱你 呃 因为我看这部电影 大概刷了四刷吧 哇 我看到哭这样子 因为他 除了是在描写爱情 你在想梦想 对因为他们两个人 一个是追求Jazz音乐 然后一个是 演员 想要当一个演员 对 那就是 我被感动很多次 又觉得他们在山上那一刻 停车场那一个 我会很喜欢那段 那一段 跳舞加演唱的这种歌舞形式 所以其实我有 一直想要做一个男女对唱的 然后用beat band 有点稍微Jazz的 搭配器的组合 来做这一首歌 那终于 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哇 这个女生一定要找一个 很古灵精怪 但是她歌声绝对是 要我好听 五月 对 又调皮的 所以真的很庆幸 就又很荣幸 能够邀请到五月一起来 合作这首歌 对 他上一季 也有来我们这一放过 对 就我们上一季的主持人 然后他访的是 海沛星景他们 OK 羽球大爆蛇 对 对 那我在出来玩这首歌的 YouTube的简介 然后我们有看到几个关键词 像是 借由旅行 逃离现实 然后还有社会化的前夕之旅 然后想问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 这个题材作为 可能歌曲的主族 是怀念出社会前的时光吗 还是可能你这几年 就是的体会 你想要回到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都有 它是一个 它不是单向的 就是对我来说 其实这歌词呢 有一些部分 是我大学就开始累积的 因为 所以才会提到说 社会前夕的 可能的一种 旅行的一种心境 因为其实我有跟朋友去 严毕业旅行 对 因为我们都严毕 严毕业旅行 对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 毕业生都是参加毕业旅行 那我们就 我有三个好朋友 我们都严毕 没有啦 其实有一个有毕业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称作 也是要一起 对对对 既然你是我们一伙的 所以 我们就把那一趟环岛 叫做严毕业旅行 然后 蛮酷的 就是 那样的旅行 其实是对自己的人生 也有很多幻想 跟 有时候甚至是畏惧 还有一些 你可能想要暂时 先不要想这些事情的 对 那有时候我们旅行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可能失恋的会旅行 对 那有时候我们 为了庆祝什么 对 庆祝也会旅行 对 所以我觉得旅行的意义 这好像是 陈启臻的 就是旅行的意义 谢谢你 我也喜欢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啊 旅行是很多层面的 它不一定是 只是单纯放松 它有可能是 一种 暂时的逃离 暂时的解放 对 因为终究我们还要 回来面对 还要面对 现实 对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就赶快买啊 Seven 就看到什么饼干 今天晚上绝对要 嗨到我不能睡 要把谁先灌醉之类的 要玩什么游戏之类的 桌游或什么 大家 那种心情很复杂 很多元这样子 对 有开心 但是也有畏惧 但也有 因为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丝丝期待 跟刺激 对 所以我 那 这首歌呢 其实也算是 在专辑里面蛮 我认为它情绪 还是偏开心的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是算蛮 欢快的一首歌啦 那也希望 可以给听众 在 无论你是居家旅行 跟家庭 其实我很少 跟家人旅行 对 我也很少 因为就是觉得 不知道要讲什么 朋友 朋友比较熟耶 尴尬跟家人 就有一种莫名的 那个氛围 也还好 可能是长大 重大的事情 才会讲说 哦 那个 出绿校 对 但是要讲很 生活的东西 反而讲不出来 对啊 我觉得小朋友的时候 好像真的很期待 跟家人旅行 但是可能 毕业之后 你就 跟朋友反而变得比较好 对啊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马上来点那一首啦 对 要自在的 对 然后大家一起唱 一起喝挂之类的 一起海帆天 所以这一首呢 那其实在曲风上面 我也有致敬 我大学的时候 喜欢听Coldplay的一张专辑 那那个时候Coldplay 刚好慢慢在结合电子的元素 虽然其实我真的比较喜欢 它早期 更早期的一些歌曲啦 它现在越来越多一些电子元素 当然也是他们想要做的 所以说 我觉得也 有点转型 对 有点转型 对 那可能也 因为他们真的越来越流行 也有关系啦 对 但是我就有听到一首歌 是他们那首专辑的 叫做 Love Us in Japan 对 那我就觉得 他把这种吉他的 电吉他的这个 空间隙 拉得很 拉得很大 然后这种效果 那结合电子的这种步调 电子鼓 然后这种 就很适合 我在听的时候 我就一边骑车 就会一边享受这首歌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 那如果我要做一首 出来玩的歌 我就想要用这一种风格 结合有旅行的Vibe 对 没错 所以我也是采用了电吉他 来做一个电底 一个衬托 然后电子鼓的进行 去做这样子的结合 对 让这个旅行有这种踏上 踏上迷惯的感觉 迷惑 对 开心 没错 但是里面有什么 背着他把出来玩 对 然后忘了他把出来玩 对 所以其实也是给一些 你可能被绑在 什么样的状态下的人 能够出来的 忘了那些烦恼 对 忘了那些 忘忧 Yes 对 那歌曲 我参加了我的Sandy 歌名有点 像我们当时 就是觉得 这首歌应该有点沉重 那想问 就是这首歌的 创作灵感是 你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然后你想要传达给观众的含义 这首歌其实呢 不是主题先出来 是编曲先出来 对 因为当时其实我是想说 要做一首 没有爵士鼓或是任何鼓的 编曲的形式 那当下想到的是钢琴的 油伤的 比较偏难过的一点氛围 那后来跟 这首歌其实是找我一个 我的主秀 因为我担任过学校的老师 然后我在教创作 那我的主秀学生 他又是钢琴出身的 键盘手 那因为我就觉得 大家才华不错 想要让他试试看这样子的 那在他编完一个大概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 好有感觉 可是要写些什么呢 那我就慢慢的想 然后也跟他做一些讨论 最后就想到了 那如果 如果假设 我自己的桑琴 我能够出席 别人看不到我 但是我可以看到有谁来 你以灵魂的方式 很多电影都会这样演 对 有点超现实的 状态下 那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才导致说 开发出了这个主题 对 那最后呢 其实我也不希望这首歌 是悲伤 而是放下 对 所以 我的歌词 我的副歌最后还是写 放下有 放下永 放下有 就是放下拥有 放手 对 那其实我只是 想要借由这个形式 在讲的是 很多东西 就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你追求钱 也好 你追求名 也好 你追求 任何梦想 最后 我们都 我们目前还未知 我们时候是怎么样的 对 以正常来说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 我们又何必 这么认真的 要对每一个 失去 做 看这么重 对 对 所以 当然不是说 大家就放烂 不是说 大家就 躺着就好 我就烂 我就躺平 不是不是 就是 只是想 以前有人跟我说 我的歌 虽然听起来 在讲很多 难过或者是 黑暗的事情 但是 还是有一些温柔的成分 我忘记谁跟我讲 但是这句话 其实让我蛮感动 所以我觉得 当我在写这些 比较严肃的议题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 能够给一些温暖 而不是说 一切都是那种 因为都是枪 就是有点像 蹦蹦蹦的感觉 就听起来 对 所以就是呢 我最后还是希望 给他一个 没事的 这个就是 就是安抚人心的 对 的一个作用 这个也是 如果这个专辑 是围绕在人生的话 人生其实也是需要 有放下的 那一个moment 对啊 不可能每一个都 看得很死也 就活不下去 到后面会走不下去 对 这首歌其实 也有把桑里提升 另外一个 影射的隐喻啦 就是说 我里面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都为自己 办过很多次的桑里 比方说 我们要跟一个青春的自己 说再见 我们要跟一个 挫败的自己 说再见了 我们要往下走了 对 所以我们参加过 很多次桑里 我们要跟一个 曾经在一段爱情里面 走不出来的人 说再见 好了 你可以休息了 对 我接下来要往下走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 那是另外一种 对于桑里的隐喻 也是前进的 一个动力 对对对 所以不用想这么多 我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对 这含义好 听你讲完 这个含义非常的好 非常的touch 对 非常touch 谢谢 谢谢 对啊 我觉得就是 创作很好玩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 原本就是因为音乐 单纯的 像钢琴 那最后其实我也找了 我很尊敬的一些乐手老师们 来 除了原本的编曲 我的这个指导学生 后来的钢琴也 找老师 然后弦乐 也找弦乐老师 他们都 在这首歌里面 增添非常多 更广泛的想象 对 然后更浓郁也好 对 之类的 所以说 创作过程 我觉得是 词曲啊 编曲 然后甚至录音 制作都是很有趣的 对 因为他都在 为你的作品做 一个很确定的一个 让他更明确 对 让他更明确 你究竟是 哀一张 要几分哀 就像你点一杯茶 你要几分 几分糖 几分糖 对 三分吗 还是一分 对 所以我希望 这一首歌 大概是四分的爱伤 六分的温柔 对 哇 就是 你在编曲 还是词 就是 就是 特别抓分量 就可能先想好 没有没有 刚是我即兴想到 对 终于摔一下 终于摔一下 我还没做 是认真条 我想说 哦 是我这个部分 比例比例 对对对 但的确好像 有些人 在编曲的时候 会这样 但其实大部分 创作者都是 感觉 在创作当下的感觉 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对对 有时候对啊 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设计 这么多啦 对 所以我觉得各种形式的创作 我都会蛮 觉得有趣的 对 因为其实 你就算 下一首歌 你也不一定会跟你之前 创作习惯 完全一模一样 你可能会有某些 小变化 模式的不同 人生经历 你听到的歌 刺激你的脑袋 对对对 都会有不一样的 之后的影响 对 那就是在 这张专辑当中 像你刚刚前面讲 你融合了很多年代的风格 那 你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你有特别去想说 我要顺序法 还是我直接让它很 可能 跳脱 要故事吗 还是以歌曲的 那个年代风格为主 我最后没有以歌曲的 年代为主 还是以我想要表达的 其实我这边 我自己要设定 是一个一日电台 就是从台呼开始 一个早上 可能小鸟在开始歌唱了 有点迪士尼 然后中间开始 有一些些转折 那有一点点失落的部分 然后又到了 该出去走走的部分了 然后接下来 到黄昏时段 一直到深夜结束 这一个循环 这一个loop 所以我是依照歌曲的情绪 氛围去做设计 其实这样听完下来 也很像 在看一个电影 在看一个动漫的 一集的感觉 其中一集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蛮酷的啦 但其实这个排列真的 排列也想很久 对啊 真的想很久 巧思 像你刚才说 几分堂 对啊 因为风格真的差很多 那又不能说 什么都挤在一个 同一个 一个set里面 对啊 因为毕竟有skit 它算是就是分一个set 一个set的存在 对对对 那这张专辑你 就是都紧扣了人生的价值观 很基于 那想问你 可能现在还有 未完成的事情 或是下一个阶段 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还是想要继续做音乐 这是一定的 然后想要去很多国家吧 这是其他的一些梦想 这也是我的梦想 对啊 你不是还去 从日本回来吗 就想要去各国吗 对啊 就是优价 对啊 优价 然后当时联络我们说 它是会用中文跟我们沟通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它是全部都用日文的 所以我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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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我好像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呢 我好像还没有看懂 对 然后我就一直想要避免 他们网路上说的 说台湾人去 一定会把那个方向灯打成鱼刷 我一直在尽力避免 尽力避免 结果马上就出现了 习惯啊 就是开车习惯 然后我就对自己感到 又有点的小失望 对 就是 我们有这样 对 没有那就是一个反射动作 那你去日本有那个吗 语言 你们有语言 我们都用谱狗啊 就是翻译 蛮像你的风格 OK 其实我日文算 英国大学有修过一点点日文 一点点那种超基础的 所以大致上一点点还行 但是那种真的专业专精的 就是很难 那其实像现在日本很多 因为他们国际客人非常多啦 那我觉得会讲中文的客人 陆克尔也很多啊 也很多 所以说他们很多 其实也都多少会讲 中文算半必备 但是呢 因为像我很喜欢的动画 动漫 就是旧旧的奇妙冒险 那有一次我去大阪的时候 就是自己 那是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行 对 然后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去那间999吧 因为听说那间酒吧就是 那个老板会点属于 那个角色的酒 然后会讲 他会跟你讲出 那个角色的经典台词 对 超酷 对 那我就觉得 哇我一定要去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了 他写几点开店 我想应该是8点吧 还是7点 他是个酒吧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外面等 结果他一直没开店 他说准备中 就是用 有点汉字加日 就是准备中 对 然后我就等 我想不行啊 明天就要回台湾了 我今天 可是他Google写今天会开啊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看到一个新男 骑脚踏车 载了一些菜 经过 然后就上楼 他是在一个公寓吧 然后我进去我就 他终于翻层 他已经可以进去了 就是open 然后我进去 发现只有我一个客人 然后旁边周围 都是啾啾的模型 海报 进入一个空间 但是呢 但是就是 那一位老板 他完全不会讲中文 他也完全不会讲英文 OK 好 那我就是 为了 要能够跟他聊起来 我终于就 只能也使用那种 Google翻译 因为他就是跟我说 那对 什么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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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是点了 点了我 真的很喜欢的一杯角色的酒 然后 虽然我也忘记 那个酒 啥是什么味道了 但是永远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 印象深刻 对啊 嗯 我发现真的 那种 那种时候 你要沟通 真的是用动作的表情 就是动作 对 回到那个原始人 对 原始人时代 对 对 对 你知道我去日本的时候 就是买什么 One One 就是讲英文 就是 One 我们的语言会变得很破 对 所以我们的音识怎么念 不知道 One 一记 你是说 有很多说法 看是数字或者是指什么 但是我去环球 的时候有被认为是日本人 对 其实有一点 真的吗 有一点日本人的那种气息 主要是我做那个飞天翼龙 然后他就 那超好玩的 超好喜欢 然后他就问我说 他就问我大概几个人 我听得懂他的意思 我就说 有好像是 我是讲Hitori 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也忘记了 因为我有事先查一些 然后他就说 哦 他就说 你是日本人 这样子 说 我是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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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我心中有点 小小的那种 小确幸 蛮有种的 蛮宇宙级的小确幸 虽然很小 但是其实很宇宙 就是哦 我被认为是日本人吗 对 被当作是当地人 很融入很融入 对对对 所以我很喜欢出国啊 所以未来的梦想当然是 我会继续做歌 然后我也想要能够 去更多地方玩 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也是一个 可以当作题材 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他们的文化 对啊 和灵感 对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快问快答环节 有点偏搞笑 好 好 我们等一下 建招拆招 我们等一下喊完题目 我们会喊三二一 你就要马上回答 马上回答 马上 直觉直觉就好 好 好 开始啊环游 好第一题 摇滚或爵士 三二一 爵士 爵士 我感觉你是一个摇滚的人 因为你这个快问快答 其实我的天 直觉直觉 我的天秤摇得很快 但他突然就 他就像骰子 因为这两个我都喜欢 因为这两个我都喜欢 尿出来爵士 对就是刚刚骰到的对对对对对 好 来第二题 全志贤跟阿姆 全志贤 三 对啊 女生还是要是女生 全志贤 我去跟Seven店员 邀过他们那种 横幅大幅海报的 你知道吗 你说你直接 对对对 因为我就 他那个时候很红 在就是很久以前 有一个 来自星星那个时候 这更久以前 什么我的野蛮女友 还是什么 有有有 我看我看 他帮可乐代言 还是什么的 然后全部的Seven 都有那种大横幅 就是超巨大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看到那横幅 我就说 你们这个之后 如果撤下来 可以跟你们买吗 他说你要这个 那之后我们要撤下来 你再过来拿就好了 然后我一直放在我的老家 志贤我婆 对啊 的概念 我有时候回去老家 我把它整个卷开 然后哇 欣赏下 这么大的全志贤 皮方姐 皮方姐 当年的那个 对啊 我还买什么时空弹之类的 对 但是都已经那个脆化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啊 没有保养 对啊 没有保养她 对 好 好 第三题 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生 不喜欢听饶舌 你会怎么打赏她 3 2 1 我不会 不会 真的吗 这也不是你的猜 你就想要有一个 我没有特别喜欢搭赏的女生 同时我也不擅长 对啊 不擅长搭赏 对 好 那下一题我应该也知道答案了 好 第四题 预言或Enzo 3 2 1 N 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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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会 很会 他知道 balance N圆 好 这个答案我接手 OK 好险 好 接下来是有一点 小心力测验 好 就是你要用你的直觉 排出你喜欢的物品顺序 第一个是山 第二个是海 第三个是花 第四个是火车 3 2 1 海山花火车 海山花火车 好我们给大家看 第一个 第一个是内涵 内涵 海是代表内涵 就是你看中的顺序 水很深这样子 这个人心急很重 是吗 不是 你挑对象 或是说你喜欢这个人的 你是内涵为主 海比的 对 内涵为主 好 第二个是山 对 第二个是山 是健康 健康 对 直觉啦 对啊 你不注重健康吗 我 我注重歌曲的健康 对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是火车吗 花 花是外表 外表 是指我有在注重我的外表吗 其实都有 就是你自己 或你看别人 所以这是排在那么后面 对 排在那么后面 然后 第一个是sex 你sex居然是 最后一名 天啊 那个是跟功能有关吗 他排在最后面 不是不是 不是啦 整个功能有关 那没关系 你喜欢跟你注重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要注重的 我还是觉得这是要注重的 还是你觉得是想办过来的 就是跟你永远选的想办过来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排名很 OK啊 OK 我很接受 对啊 只要功能没有问题就好了 没错 不会不会不会有功能 因为心里面的知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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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有粉丝回馈环节 OK 就是我们前阵子开那个问答 对 然后有粉丝想要问你一些问题 我们总共等你出三个 好 然后就是做这张专节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奇妙的经历 或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过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张专辑真的有突破天际啦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像我小人国第一张 在编曲上几乎都我一个人操作 那这一次真的跟很多乐手老师 甚至是邀请到整个管弦乐队 然后跟很多乐手 而且我也带了很多 我自己班上我觉得有才华的同学 一起来加入 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大合作 然后去听整个管乐演奏 然后提琴手 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录音跟我之前只有面对我自己vocal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编曲整个大改变 就整个很惊奇 跟之前救了习惯 然后对了 整个大进步啦 我觉得是这种大要劲 好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现在可以变成一个动漫人物 你想要变成谁 我想要变成布拉加提小队的其中一个伙伴 是哪一个动漫 是不是布拉加提小队 好 那我说一个简单一点好了 我当时其实是Jojo啦 前面第五部 它是一个黑道的篇章 那如果要当个角色 我想当暗边路办 暗边路办 它也是Jojo第四部的一个角色 它很多部 对 都只认得几个 那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漫画家 然后但是它的能力是 它可以去改写别人的记忆 但是它改写的方法是 先从你的脑袋打开变成一本书 所以它可以看到你从人生一开始到 整个经历 对 目前的经历 好像医生喔 然后它可以改其中一句台词 比如说你人生在某个阶段 它会把它变成漫画书放开来 这样它无敌了吧 可以改写 其实蛮弱的啦 因为它没有办法真的攻击到什么 而且它的距离必须 它有距离限制 它的地震才能触碰到哪一个人 这感觉偏治疗戏吧 但是有出一些它的外传 它是一个很怪的人 而且很自以为是 其实它蛮讨论 其实它蛮讨论的 舅舅都超怪的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也跟写歌有一点像 想要去了解一些 其实其实你 假如说你今天写出来的作品 然后你感染到 好感染到我们这个人 其实你无形当中 就是把你的歌词 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它变成了一个对白 然后我们可能依着你 这首歌的信念 下去活下去 我以后会提到这个 你这样子怎么受得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你在想你是不是 所以你才会说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你说的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第一次听到 但是我已经烙印在我心中了 谢谢 赞 懂你 原来如此 第三题也是偏有点好笑的 好 也不是好笑的 就是小私人 你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吗 这是全智贤 全智贤 没有啊 不是全智贤 因为现在他 老了 也不是这样子啊 不能这样讲 我还是很尊敬他 如果他现在在我面前出现 我还是会非常害羞的 雨璇 对 我喜欢可能有点可爱 但同时有保有成熟的 就是有点反差吗 同时都有两种 他是很自然 是吗 就是应该说 该成熟的时候 他会成熟 该可爱的时候 他会是像小朋友 这样子 然后有点怪 这样子 不是那种 比较太像一些一般女生 对 那你怪的成分有 你怪的成分有90% 然后成熟5% 你刚刚另外一个5%是什么 另外你只要三个 可爱 有可爱5% 怪的就是 然后不要太八卦吧 对 输了 超爱听八卦 爱听可以 但是不要太 我不喜欢那种会讲人家 对 就是讲别人的不好之类的 对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来宾宣传时间 耶 首先谢谢你们邀请 然后 我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就是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G 那也可以追踪迷音乐的IG 那找我的话 你就可以写 搜寻小人就找得到了 你们会有 Goblin Zeppley 那接下来我的IG 主要也都会宣传一些 我接下来的一些宣传行程 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演唱啊 的一些消息 都会跟大家公布 然后大家如果一些疑难杂症 其实也都可以私讯我 有空的话 我都会尽可能的回复 创作疑难杂症 那接下来就是请大家期待 我之后的演出 然后也会有新的歌曲 即将希望尽快能跟大家见面 这样子 好 大家持续关注IG 小人 搜寻小人就可以找得到咯 对 还有明音乐 明音乐 谢谢 好 那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了 但是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小人 谢谢 祝爱祖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Peace Peace 如果喜欢信义存爱祖的朋友们 欢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 并且订阅我们 或是有想和我们合作的来宾或厂商 请志诚在音乐信箱来信 信义存爱祖第五季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入园的友 第一位 Yo bro 这样算是成功 用宿点 带玩的宿油 后风古典 带放的称颂 是套生活 还是套神头 我是否失败了 再不再撑了 多久 困住什么名堂 什么姿态呢 太少说着坚持 太少收着人力银行 回家的捷运 乘客的表情 已就是失魂落过的 父亲的来电视来问 有没有开始去找个正当的工作了 最痛苦的不是没有专列点 不是以为这次就是专列点 谢谢你牺牲我的歌 但我今年还信仰 没有半个旷年我会演 See here we go 跟你迷离 懂了却继续抵就演 世上一体 做了眼想呼吸 但长大后的空气 吸过了点 谁不想要参战 扭了眼 晕片 有了缘 偏偏 丢了脸 面对世界就算 我在寻影像是 躺地 当在活着前 你说你格子 不只是个信心 你说你作品多有灵魂 但竟不竟命去 你心里面 你要怎么维持你的猫 如果没有经济 依序出席 又要到了你的手路 又让奇迹变弊 快找个地方落脚 不如坐转悠安 你的信仰 随着水月 剩下落干 他们妥协 他们吃惊 而你制作而你罗 但面对责任 面对念念 一点理想都是扩断 不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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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会有机会 现在你会有选择 来吧 来吧 拥有灵魂的歌干杯 放入市场咖 而我应该要拿这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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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证明音乐该有灵魂 不该知识有时尚 而我需要这个奖 而我需要这个奖 我需要这个奖 来证明我的实力 我的付出借金 我打到费只不得赏 他该活着回响 你谁你还要自借 我是巴姆车 你家众要自飞 你做音乐 我做事业 你最常扮演Life Hazard 我在世界 要么的孤独要么的用逐 我选择后承车才叫东主 尽管来piss me or diss me 该不用我来diss你 做流行音乐 你得知道this is business 你照顾不了自己 我以为保佳人 说你cut down 我的歌鸟的problem 你是在这圈子里面 你只代表下命 而我代表下人 看我成分 然后叫前途 他们像人的老公都变潜伏 超乎是多大 像是余温 做到见我都可以埋下 这个愚蠢 还在盖点 随便那些杀出了 对我的歌曲平分无可理 All right 但是大众还没听到 你的副歌就在逐个厅 Yeah yeah 那个唱 都门个落雀 我的唱 像是认认真的默契 你的作品有内容 对你是吊咖 而我的作品没掉 但是我的票都秒杀 打开头 要找我 Visually 像是两斤如油 没人就 你合作 别只为恐怖 像是唱片 Do ya 宣传照 photo 下去背后 摔成每颗 I love my mommy 每一天都像是无为 像我新有家里 Yeah 真的没有这个奖 只有我拿 比赔 我才应该要拿这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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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证明 定于都能听鸳鸯 我才应该要拿这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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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Joey 首先恭喜你入围这回的金蛇奖 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入围的心得 那这回各大媒体 其实都把你封为这些的大黑马 我们也都知道你之前是在电信行工作的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有今天的成就呢 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开心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啦 OKOK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